出現入市訊號 應該買哪隻優質股? 富昌證券 升級股評人 天天醒你選股貼士 還會教你食信大浪 做你自取未股 立刻下載富昌股亨通手機app 開戶立本 華禁2 Hello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五次直擊 這節不聽電話 大家可以留言在YouTube和Facebook 第二節都會回答問題 今天大市行指 繼續波動不大 在升跌之間撥回 今早上高低波幅 在升跌不足100點之間 現在沒有升跌 26,300多 波幅不太大 過股現在在成交壓榜上 升得多的就有一個長勝汽車升8% 可以自家升4% 其實幾隻車股都做好 包括比亞迪升3% 吉利升4% 跌的就有一個阿里健康跌一成 京東健康跌6% 美團跌5% 阿里巴巴跌7% 主要的科技股都在大跌 今早早看過 其實譬如京東健康 跌幅是在縮窄 今早說有些朋友是有貨的 可以看著139.5%來做止賺位 現在其實是站穩 收窄了跌幅 所以其實可以繼續拿著它 至於車股方面也看看 其實幾隻車股 如果你說之前沒有買的 很想買的話 其實我覺得現在還可以想想 看到有些人問好不好吃 看看長氣 長氣升7% 報23.85 今天是創歷史新高 這個詳細的一些基本因素 就不再去重複說太多了 因為都很早之前其實就在說 如果一些新的消息 其實就有一些報告 譬如中金就提升 原來中金將這個長氣的目標價 就提升到25元 因為預計新能源車的業務 有比較大的增長空間 這個就之前在十三個多 可以說買的時候 都在說這件事 因為它是在傳統車企內 那個轉型新能源汽車 做得最好的一間 銷量很好 是電動車銷量的頭三位 如果一些比較新的消息 業務上的消息 還有就是這個龍基 是一間內地的公司 它就說近期分別收到 比亞迪 以及 比亞迪的全資子公司 佛迪科技有限公司 以及長城汽車有限公司的通知 這個龍基 龍基就被確定為 比亞迪的新能源車看 高配版前制動盤供應商 以及長期的新能源品牌 沙龍自行車型 前制動盤獨家供應商 當然它等於龍基上公布 自己接到大單 但這個對於長期 跟比亞迪來說 都是一個利好 就是看到他們 還持續地擴展 算是一個業務上的擴展 持續都會去買一些新的零件 在造車方面 也都銷售越來越好 其實有資金流入 整體整個行業的氣氛 都是很好 所以就 阿謙華早前 早前跟我買二、三、三、三 當然 升了很多了 六成多了 其實現在升了 如果你說 即是很想入 我覺得 要去定好近的止洩位 都可以想想的 22.2 但是這些 始終 其實現在是一直在破頂 破頂其實是不猜頂的 可以繼續持續 如果有貨 我想最短線要去 開始止賺的位 真的收穿22.2才要 所以如果你說 真是很想入 可以考慮一下 但是真的定好 這個要嚴守指示位 因為其實它 這個短時間內 都升了很多 升了成 其實如果由11月 開始轉的時候 其實升了七成左右 所以這個位置買 其實真的要做好風險管理 其他的車股 1、2、1、1 麥兜兜 207元入了 現在 199.6 怎麼看呢 就拿著它 之前都有分享過 其實長線來說 我會比較看好 比亞迪的比亞迪 因為本身是專注做新能源車 比亞迪的 比亞迪的賣車 其實如果計算單一車款來說 長期 之前提過 它單一車款 有一隻 這個歐 是排第三的 在近期的數據 其實比亞迪的賣車 相對重 如果是單一車款來說 其實它沒有上到頭三 但比亞迪有電池的優勢 而且你看到 近期就說過 因為比亞迪 是雷升得多 那個沽額 在210元比較大 所以你現在 如果有貨 200多有貨 其實就差不多這些位置買 它現在 在一個橫行整固中 可以用193.5 來做短線 要做止蝕位 可以用這個位置 所以其實你現在來說 已經買了的話 可以繼續拿著它 你上網就要先上網 200多元 因為這裡其實都挺頂 相對上是要去充一充 要去充一充的阻力 現在有機會 所以有貨的可以拿著它 還有175 175剛才也看到 有留言說 Carrie Mama 22.1有一手 吃不吃好 其實車股 今天是整版都做好 今天早上有看過 兩隻車的資源股份 你現在可以看看 Carrie 報24.4毫半 其實突破了24.2 這個情況 它有機會破 譬如剛才 長汽就一路 已經是跑贏了 主要車股 在一個聲勢裏面 這個Carrie 其實有望可以突破上去 比亞迪 也有機會 但還未可以試到 比亞迪 吉利 其實是現在試的 所以相對上 一路 如果有跟進 其實你說 我看好的車股 我就不選 不選吉利 但如果整個板塊都做好 它作為一個藍籌車股 其實都會升 所以 你都可以繼續拿著它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突破24.2 一路以來所說的都是 長線看好比亞迪 而長汽都是一個近期的 很好的心碎 所以 幾隻都可以留意 因為整體 其實整個板塊都做好 今早就看過 有一些電動車相關的 油式金屬資源股 升到上榜 落木上榜 因為在我們放聖誕假的時候 A股都有開市 而A股的金屬資源股 包括落木 和禁風里業 尤其是電動車相關的 其實是炒至漲停板 所以今天繼續追上來 落木今天比禁風更加強勁 因為落木在低位反彈 就超越之前 Tesla說 生產無辜電池 而當時的裂口 當時大跌 會比較多些蟹貨 其實都消化了 所以這個可以繼續看出 不過 未有貨不建議今天買 因為今天單日升得比較多 一般我就不建議太過去追 但是可以拿著有貨 另一隻1772都是 這個亦是未有貨 可以先等一等 今天都有少少的飲足 開100.1 現在是報98.1毫半 至於你說有貨 走不走 我覺得可以繼續 可以拿著它 如果你說短線有些調整 其實都是很正常 會了會調整 所以現在今早早高位度 都有點沽壓 但是暫時都 站得住一下 就是少陰燭 其他呢 原來都12點 現在行使中午收報 二萬六千三百 九十一點 升四點 我們就去一去廣告 現在去完廣告 待會回來看大家的留言 好 回來節目時間 看到Youtube上面 Jason Jason很久沒打來 不過今天不接聽電話 你可以之後再打來 Jason說 美股是否繼續看好 首先其實 美股仍然在一個上升裏 如果你看回現在 最新美股期貨 其實都仍在升 0.4至0.5% 三大指數的期貨 上個星期尾 就是平安夜 只有半夜市 但美股仍然做好 其實你看到現在 持續升的時候 就不會無緣無故去股頂 我想其實陸陸續續 都一直在疫情以來 都很多人說 有些甚至都專家 會出來說 這個疫情都未解決 其實很多人 這個就真的看回市場 反正曾經有一段時間 是出現過整個資金的崩塌 記得就是2、3月的時候的股災 但是你看到 這一年大家應該學習到的 就是股市是真的可以同這個的 首先 是不是跟實體經濟脫鉤 這件事很主觀 而事實上 其實就很主要 今年的市場做得這麼好 很主要的程度上 你看到比特幣也爆升 很主要就是 那個放水的程度很嚴重 而令到 你看到你手持現金 真的會變值 所以其實資金 真的會湧向一些資產 包括股市是其中一樣 你看到現在升的 很主要的 譬如美股裏面 很多時是一些 二、三線的科技股 但是那些已經比較穩定了 所以如果你說 簡單來說 可以在一些 二、三線的科技股裏面 尋寶 其實和長遠的大小 正常是向上的 所以不會說股區跌了 接著就看看 這個港交所 就是升1%的 Fionne說 港交所380 380 397元有貨的 怎麼看呢 是否可以加住 還是先走 下一點再買 這個問題就是 首先就不是一定要去交易 沒有人要你每天都要交易 其實如果太頻繁交易 就未必真的好 如果你說什麼位置要去止蝕 我給你一個止蝕位 395 而你說究竟今天應該加還是走 首先就不會走 其實它現在是 前幾天我們節目都有說 其實它破了頂 突破了405元 那是不會走 這裡整個半年的大平頂 其實是在開展一個星浪 如果你有這個技術看 其實就是開展了一個多頭排列 是不會走的 你可以考慮加貨 加不加 就看你自己的倉位如何 譬如是否有些錢證 又想加 我覺得可以加的 想加的話就 那麼1810為何今天跌呢 其實今早早是升的 因為今早早就 一來 其實1810 近期它所出的銷售數據各樣 都是非常之亮麗 而且它是在配股之後 配股之後有說過 配股消息出來第二天 又說可以買 即是月頭 應該是25元左右 25元左右 這些位置是可以買的 你見到它配股之後 其實配完之後 那班人的持貨能力都很強 很明顯是一些強者 你見到配股之後 其實一直在上升軌裡面 今天為什麼跌呢 其實因為純粹今天比較衝得高一點 是短期有些的獲利盤 很正常的這些事情 譬如上次衝30元的時候 都衝不破的 所以你現在可以繼續拿著它 至於你說究竟 現在要不要買呢 如果你說現在買來講 我覺得可以先等等 其實前頂是30元左右 10天線也是30元左右 所以你說要買 暫時可以看看 會不會有機會回到30元 有貨可以繼續拿著 真的這個 即是這麼小的波幅的回套 即是這麼小的跌幅 其實就只是一個正常的獲利回套 即是正常的波幅 即不是說甚麼大跌 所以跌很正常 聲源跌回 其實就是很平常的事 接著就看看2269 269 若名 269 若名 今天可否可以進入 CG 就說 這個如果 你擔心一個高追問題 就可以用 90元來做指示位 這裡的 短線來說 所以其實今天可否可以進入 你看到它還在破頂 還有若名 陸陸續續 其實就越來越多 去 多的評級 是調高了 其實今天有一些相關的消息 在醫保目錄那邊 如果是行業裏面 但其實就見到 是在 放假前 都還有一些報告 其實調高若名的評級 若名相對 醫保目錄的影響 其實就沒有甚麼 最新消息 就是有個 計劃施資1.5億歐元 向拜爾 收購德國生物藥原液製造工廠的設施資產 其實在疫情影響之下 若名2021年的財年銷售額 按年會增長預計是五成 2022年就是增長四成 所以預計這個限購 其實可以幫助它 在中長期提高這個盈利能力 如果你說看回這個技術上 其實更加是一個超強 拆了股 拆完股之後 已經是準備去挑戰這個 再挑戰紅底 所以今天其實還可以繼續去入市 然後就到這個636 636是否消化了利好消息 Karen 說 16.9有貨的 是否要走 還有520 稍後再看看520 636的話 今天跌5% 報16.58 3天之後就派息 上個星期有消息 就是完成了分拆 Karen Express Thailand 即是泰國那邊 股份是12月24日在泰交所上市 完成了分拆 預計12月31日或之前 以研究方式 向股東派特別息 每股是13.8港元 是否完全消化利好 那你說單一次性那些 有機會是消化一下 但我想你說看這一間 就不用看著一些單一的消息 去太過短線了 其實這隻真的是 你如果看到 很明顯它在16.14 它其實調整了一段小小調整 這個位置其實站穩了 如果擔心會否之後 真的短線再轉越多一點 可以用16.14來做指示位 現在可以繼續拿著它 不用走著 因為純粹是 譬如除非你昨天追 因為上個假日日大升 今天真的再調整 但也沒有穿回那天的 開示位當然消化了大部分的升幅 但是不改它自己本身的 熱務面和走勢 接著就是5.20 5.20這個真的比較弱點 17.8有一手 下個支持位上溝貨 17.8有一手 現在17.46 其實同 18.7有一手 現在17.46 那你看著 17.62 其實這個是它的一個支持位 暫時已經穿了 你看看收市 17.62 會不會站得穩 如果17.62都穿 其實都要考慮短線 需不需要走 不過現在還未收市 可以看收市的情況 下個支持位 就在15元 這裏都比較重要的位置 相對上是近期來說 如果你說17.62 如果你說17.62再穿 想再等待 那等待15元就好了 這隻始終 因為你提到那個熱務 比如你剛才那兩隻 你說真的值得拿著 那一定是6.36的 真是完全規模都不同 和那個前景上不同 因為6.36正在製造物流 現在都是一個越來越多 這方面的需求的時候 那你說近520呢 市值上其實雖然都不小 那你PE來說57倍 你說對比起其他的 海底低低 9.99 是相對上不算誇張 但是業務上的增長前景 會是 未必真是最看好的板塊 所以如果真的這一隻 就適宜比較短炒就算了 然後看看這個6993 6993值不值得入 入不入得 Cindy說 藍月亮 這個其實都是一個內需型的 內需型 它上市初期 大家都看到外面很多消息都說 估值其實真的比較高 如果你說新股來說 估值比較高 而你說未必是 你不像京東健康 這些會是科技股 始終相對市場願意 比較高一點的日價 但是你說一個內需 我不認為會值得太高的日價 但是你說新股 說炒供求的時候 之前都是說 你看到破頂 始終有意 你就短炒一轉 但是如果你說 短炒角度來看 現在已經三連陰 就不會現在才入 其實你下望的支持位 可以看14.1 其實有貨 我沒有貨都是看14.1 有貨 如果你說買了 要不要止虧位 都是定14.1 做止虧位 至於你說入 你要等它 完成了這個調整 如果之後不穿14.1 又懂得彈 那才說去入 暫時就 不需要去動它 現在就夠了 你看到那個 恒指升4點 報26391點 我們的節目時間就到這裡 是下午3點45分 再跟大家看視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